纳梅等人上街寻找陆飞 偶然间听到 隔壁的摊位上 有人提到陆飞的名字 几人看到一个 赤裸上身的青年男子 拿着陆飞的通缉令 正在向人打听 此人一表堂堂 气度不凡 但从外表上看 就不是阿猫阿狗那种角色 纳梅很担心 该不会是赚赏金的赏金猎人吧 索隆看着男子 后辈的骷髅标志陷入沉思 是因为赏金猎人的自己 对那个标志不可能不知道 那可是新世界的 四皇白虎的海团的海贼标志 此人正是陆飞的大哥 白虎的海团 二犯队队长 火拳艾斯 索隆眼神一瞥 看到了另一个熟悉的身影 在罗格镇上 让自己破灰头痛的女剑士 达斯奇 有达斯奇在的地方 必有海军上校斯莫格 这两人是绑在一起的 斯莫格还是一如既往的蛮横 命令达斯奇 加大搜索力度 找出藏茂小子 索隆等人很无奈 这两人该不会是 千里迢迢来这里 逮捕我们的吧 反正现在 应该赶快找出 陆飞那小子 离开这个小镇 艾斯顺人指点 到某个饭馆去打听 陆飞的下落 顺便干了一顿饭 干饭干到一半累了 埋头就睡 周围聚集了一大群人 大家都懵逼了 对我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饭桶 能干饭干得猝死 闻所未闻 堪称干饭界的奇迹 大家正议论纷纷 艾斯某人惊醒 用旁边女士的裙子擦了擦脸 操起叉子继续干饭 一边干饭 一边问老板 他们在那抄抄什么呢 这家店 难道还有住性节目 吃夸群众 见艾斯没死 都没了兴趣 纷纷散去 艾斯吃饱喝足 拿出陆飞通缉令 向老门打听 这一时 装逼王斯莫格路过饭馆 走进来看到了艾斯 嘖嘖称奇 你还真敢 光明正大的 出来逛街吃饭呀 白胡子海团 二番队队长 波特卡斯·蒂艾斯 说吧 像这种大人物 找人 找我的弟弟 二人隔空对峙 艾斯带着自行的笑容 那么 我该做什么呢 斯莫格说 乖乖被抓 艾斯当然拒绝 这一点我做不到 因为我比你强 此时 在下方中迷路的路飞 极可难耐 没留之际 终于看到了城镇 凭借一切力量 向城镇奔来 一头抓进饭馆 把斯莫格连同艾斯 一起撞飞 路飞根本顾不得起他 坐下来 抓起刀叉 干饭干饭干饭 老板也是老实人 乖乖地摆出一大堆食物 路飞埋头狂吞 艾斯从一片瓦砾中爬起来 怒气直蹭蹭上掌 哪个王八蛋 把油门当刹车踩 艾斯走回饭馆 想把王八蛋拖出来 暴走一顿 结果让他惊讶的是 并没有把车开到饭馆里 只有一个带草帽的小子 坐在那里干饭 艾斯一愣 随即笑随眼开 艾斯话没说完 斯莫格一把将他摁倒在地 怒吼一声 路飞根本不理他 继续干饭 斯莫格在他面前站了半天 路飞吞进去的食物 终于开始给身体功能 大脑冲启成功 分析了一堆数据后 终于还原上了 罗格镇的那个烟男 路飞的冷汗 刷地下流了下来 确认过眼神 说打不过的人 眼看斯莫格就要动手 路飞做了一个散听手势 把桌子上的食物 塞进嘴里之后 转身就跑 斯莫格跟他后面追了上去 艾斯帕西身后 也跟了上去 丁老板和周围的群众傻眼了 这三个人 是不是合伙来演戏 吃霸王餐的 路飞一路狂奔 斯莫格呼唤 接着正在发带的达斯奇 立即召集岛上所有的海军 搜查草帽一会儿 路飞跑不过斯莫格 眼看斯莫格的烟雾 就要抓住自己了 脚下一滑 从屋顶摔了下去 得意脱身 外出巡击的纳梅等人 回到会合点 想维绕和山智说明情况 目前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才行 街上已经聚集了大量的海军 欢迎刚落 只听不远处 有一大群人的脚步声传来 周人立即躲到掩体后面 山智鄙视的说道 肯定是不知道 哪里来的白痴海贼被追了 山智说完 就听见路飞的采尿声传来 后面跟着海军的吼声 给我站住草帽小子 大家探出头 路飞一眼就瞄到了这边 开心的喊道 哟 索龙 索龙晃的一批 你是白痴吗 别暴露队友的位置啊 路飞向索龙发现跑来 草莓一会成功的 被路飞暴露 大家赶快收拾东西跑路 斯莫哥带着海军们 随即包抄过来 你们退一下 草莫路飞我来对付 斯莫哥一招烟雾拳 搭向路飞 这时一条火车窜出来 咬住了斯莫哥的烟雾 你是烟雾 我是火 搭起来不想上下 索龙等着愣的原地 那家伙是谁啊 为什么要帮我们 路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见来者后惊呼一声 S S回过头 路飞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 路飞很惊讶 S 你吃了哥们果实 S一边对敌人 言证一代 一边耐心回应 没错 我吃了稍稍果实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们先走 我来拖住他们 路飞立即转身 带着伙伴们撤退 斯莫哥狠狠地盯着艾斯 真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帮他们 艾斯笑了 如果有个调皮的弟弟 哥哥就会担心啊 斯莫哥表示很懵 现在 做海贼都要拼背景了吗 门槛这么高吗 斯莫哥化身烟雾 艾斯化身火焰 两人就沉在一起 但艾斯 没想和斯莫哥拼命 拖延了一阵时间后 就脱身离开了 斯莫哥派手下出去搜寻 有人看到 威威安公主和草莫一伙在一起 围的航路 第一纯女人 达斯奇一口咬定 一定是草莫一伙绑架了公主 斯莫哥虽然爱装逼 但是还是有几分头脑的 他否定了达斯奇的推测 从行动上来看 威威安公主不想被劫持 和草莫一伙 更像是伙伴关系 草莫陆菲的目标是克罗克达尔 我们只要赶去克罗克达尔所的地方 就可以遇见草莫一伙了 斯莫等人追着问陆菲 那个家伙是谁 你们好像很熟 陆菲开心的回答 他是我的哥哥呀 大家一路奔跑来到海岸 准备扬帆起航 这个小岛只是暂停下来 采购物资的 接下来他们还需要 逆流而上 去往阿拉巴斯坦的内陆 大家拉起船帆 升起船帽 准备离开 猛然发现又少了一个人 而且跟上次丢的 还是同一个人 陆菲独自一人 坐在一个小巷里也很懵 大家怎么又跟丢了 这些队友 真是不让人省心 这时 艾斯找了过来 两兄弟一见面 就亲切的掰起了腕子 提小时候那些事情 就让人捧腹大笑 十分怀念 陆菲问艾斯 为什么会来到阿拉巴斯坦 艾斯喝了一口水 我来这里 有一些公事要办 顺便来见见你 艾斯很自豪地告诉陆菲 我现在在白胡子海贼团 这是我的骄傲 陆菲 你要不要来白胡子海贼团 你的同伴也可以一起来 陆菲很干脆地回答 不要 艾斯哈哈大笑 早料到你会这么说 我只是随口问问 白胡子是我知道的海贼中 最棒的 我要让那个人 成为海贼王 而不是你陆菲 陆菲潇草地说道 没关系 打一架就行了 我一定要当上海贼王 艾斯突然发怒 你想当上海贼王没关系 别把我的水给喝光了 两兄弟边走边聊 艾斯详细地询问了 艾斯的伙伴们 艾斯跟艾斯讲了个遍 像极了小时候 兄弟姐妹分享心事的我们 艾斯听完很满意 你的喜好还真是丰富多才 不过这里面最有趣的还是你 陆菲告诉艾斯 自己还想要一个音乐家做伙伴 二人走着走着 小巷里突然热闹起来 一大群人手持刀枪 将艾斯和陆菲躲在小巷里 给我站住火转艾斯 今天我就要干掉你 谁都拦不住我 干掉你 我就直接可以晋升到 巴勒克工作社的特工职位了 原来这伙人是巴勒克工作社的打手 只是一群无名小卒 听说大名鼎鼎的火转艾斯 在岛上突然起了歹念 如果把这种人物干掉 自己岂不是可以直接晋升到 社团里的干部职位 陆菲表示 兄弟你行行 你要是能干掉艾斯 你可以直接出任七五海了 这群鸟人看到陆菲以后更兴奋了 这下好了 双杀 那我岂不是可以直接当四皇 陆菲和艾斯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继续边走边聊天 根本没理他们 众娘人感受到了深深的鄙视 立即追过来逃打 陆菲和艾斯无奈只好动手 把那群小喽喽一顿戏耍 二人来到海岸边 一群小喽喽在后面紧追不舍 陆菲一眼就看到了梅丽号 喊了一嗓子之后 伸上手臂回到船上 艾斯留下来 处理掉了这些杂鱼 随即也登上梅丽号 一见到陆菲的那些伙伴 艾斯就很高兴 客气的说道 我的弟弟承蒙大家关照了 这小子有点没什么教养 看到山智叼着烟卷 艾斯伸手一指 山智的烟被点燃了 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这么有礼貌的人 怎么可能是陆菲的哥哥 陆菲一定是认错人了 梅丽号的前方 突然出现五艘海的船 是刚刚那群巴勒克工作室的杂鱼 找上门来了 艾斯表示 我自己一个人就够了 索龙很感兴趣 让我们看看白虎的海团 二番队队长的实力吧 艾斯跳上一艘冲浪满烟的小船 脚底喷火 带动小船飞走航行 在临近第一艘大船的时候 艾斯用力一踩 腾空而起 一道火柱 从艾斯的拳头上喷射出来 瞬间击穿了五艘大船 艾斯用燃着火眼的手指 退了退冒烟 帅气一笑 可为弟弟陆菲长脸了 陆菲号召同伴们开宴会 庆祝艾斯成为伙伴 艾斯说 你小子行啊 我来拉你上船没拉动 反过来你直接把我摁船上了 陆菲问艾斯 你真的不来做我们的伙伴吗 艾斯回道 我在追捕一个男人 他叫黑胡子 原本是白胡子海团 二番队的成员 也就是我的部下 可是 他的船上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杀了同伴并且逃走 所以作为队长的我 必须找到并且解决掉他 我来到这个国家 是因为收到了线报 有人看到 黑胡子出现在了油吧 维护员惊呼 好巧 叛军的首领就在油吧 刚好 他们下一个目的地就是那里 所以暂时可以一起同行了 为了短暂的重逢 和永远的离别 干杯